随着美中竞争升级,台湾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现在全球都在看着台湾,猜测什么时候会爆发战争 这就像我妈妈对我所有的男性朋友都那么关注一样 我不得不说,妈妈,这也太八卦了吧 我想,别忘了考虑我们最大的敌人,那就是爆发的概率 这像是在赌马,你不知道哪一匹马会赢 但你知道,赔率很高,你最后会输钱 明年初,台湾总统大选将举行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是我们即将听到一年的竞选演说 大选就像我每天早上喝的咖啡,你知道它让你兴奋 也知道你可能会拉肚子,但你还是会喝 因为没有它你就无法面对这个世界 7月24日,台湾将进行时兵演习 大家都在紧张地看着,就像看着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唯一的区别是,比赛结束后,你还可以吃个披萨 而战争结束后,你可能的去找个避难所 华盛顿的一家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和我的妈妈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喜欢猜测未来 他们预测中国可能在12到18个月内攻打台湾 这让我想起了那些热衷于末日预言的人 他们总是说,末日就在眼前,然后你就会看着他们 心想,末日如果在眼前,你会先告诉我 而不是告诉这块街头的广告牌吗? 我就在想,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数字的呢? 然后是关于习近平的攻台决定 专家说他不是理性行为者 说他会因为台湾而危害中国经济和声誉 我只是想说,你知道的 习近平其实是个理性的领导者 不过他是在玩一款叫,文明,的策略游戏 那个游戏的最终目标就是统一世界 美专家还说,统一台湾不会是北京当局的最终目标 台湾只会是中国将影响力扩张至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垫脚石 好吧,那么东南亚的朋友们 我建议你们从现在开始学习普通话 因为你们可能很快就会有新邻居了 我必须承认,看到这些新闻,我真的有点害怕 我开始想象中国的士兵像蚂蚁一样涌上台湾 而美国的航母如同大鸟在上空盘旋 台海安全的问题是严肃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总是在可能,可能,可能中摇摆 这就像一个让人痴迷的连续剧 每个人都在猜测下一集会发生什么 但请记住,这只是猜测 真实的世界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担忧和惧怕 而是希望和理解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英国和中国因为一个建筑项目而闹得不可开交 是的,你没听错,这两个大国现在正因为一个房子在互相扯皮 这个房子可不是普通的房子,它是中国驻伦敦的新大使馆 听说中国斥资2.55亿英镑买下了伦敦塔附近的皇家驻币长旧纸 这是一个多么痛的情况,买房子,装修准备搬新家 谁想到最后房产证被拒了 当的议会拒绝授予建设许可,原因是担心安全和隐私问题 我想应该是没人想要大使馆在自家窗户前烧烤吧 中国官员们觉得这是政治性的,而且怀疑英国政府在搞小动作 英国官员们说这是我们地方议会自己的决定 这就好像一对夫妻吵架,男方说,这是我妈说的,不是我 不过英国也不好过,他们的北京大使馆重建计划也被卡了 看来这就是真爱,一个不能有,那另一个也别想有 这事就在纳旋着,8月11日是中国可以提起上诉的最后日期 如果这个问题被看作有争议或全国性影响 就要交给英国房屋部长戈夫来判定 大家知道哥夫吗? 他像个孩子在糖果店里,只能选一样糖果,要么选经济,要么选安全 现在他面临的问题就像要不要把最后一块巧克力糖果给大哥,还是自己先吃了 大家知道中国是英国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只赐予美国 但是中英最后一次通电话都是一年多以前了 真的,我连我最讨厌的前男友都会偶尔发个消息问候一下 看来这两个大国可能需要一个婚姻顾问,而不是外交官了 好了让我们期待房屋不偿的决定,也让我们期待下一次中国和英国的电话 看看是不是要打电话让我帮他们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最近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消失了近20天 我猜他可能在玩捉迷藏游戏,20天了,我们都没找到他 话说回来,你们知道谁是秦刚的替补吗? 就是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他真的很辛苦,除了自己的工作,还要代替秦刚的工作 这就像你家的保姆突然请假,然后你的在照顾自己的孩子之外 还得照顾邻居的孩子 是的,很困难,但这就是生活 你知道,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如果某个朋友消失了20天 我们可能会想,他可能在度假,或者太忙了没空出来玩 但当一个外交部长消失了20天,世界就变成了CSI现场 大家都在进行自己的调查 我听说有人猜他是不是得了新冠 我看到一些网友评论说,秦刚这次新冠病的比较长啊 我们普通人第一次七恒线十天,富阳三恒线五天吧 这就像是在给他看病似的,你的新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失宠了 这让我想起了中学的时候,班长突然不做班长了 大家都在猜,他是不是做错事被老师罚了 或者是他跟老师吵架了 在那个年纪,这可是比任何肥皂剧都精彩的剧情 王军涛博士有个观点说秦刚可能是被留在一边 让一些准备做替罪羊的人往前走 这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跟兄弟们打架的时候 我总是让我弟弟先上,然后我在后面看热闹 如果他赢了,我就说,看,我弟弟多厉害 如果他输了,我就说,你看看你,我告诉你别上的,你不听 最后,我们来谈谈外交部的问题 有分析认为外交部内部一片混乱 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大学时候的宿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但当事情发生时 大家都在找不到负责的人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忙得团团转 那就是我们的宿舍长 你看,这不就像王毅现在的情况吗? 总的来说,这件事就像一部国际版的侦探小说 有谜团,有疑点,有角色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都在等待那一刻,当真相大白 我们都可以大声说,原来是这样 我们来谈谈中国的买票制度 不是指我们平常乘坐火车,飞机那种买票 我说的是演唱会的买票 想听歌?想看演唱会? 哈哈,先别急 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掏钱 而是掏脑袋 回答五道题目,答对才有资格买票 这简直就像是你想去迪士尼乐园 结果门口的唐老鸭却让你先回答 他们家米老鼠每天吃几根奶酪,才能进去 在中国买个演唱会票 也就像是要去攻克学术的山峰 你以为你是在买票 其实你已经被卷入了一场知识竞赛 而且,想要在这场比赛中胜出 你可能还需要大学学历 是的,中国的黄牛们 他们正在招募985、211的大学生来帮忙做题 你们看,这是我们的教育成功的地方 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后 就被黄牛聘用来做答题专家了 笑话归笑话,我还是的说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 主办方说,你要看林俊杰的演唱会 先告诉我,林俊杰最喜欢在家的哪个地方创作 我想试遇试 可能有歌迷跟我一样猜错了 然后发现自己的答题权限被冻结了30秒 然后他们在那里疯狂地思考 我知道了,是他的床上 现在,中国的购票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竞赛 一切都在考试 你知道林俊杰2019年温网南单决赛时穿了什么颜色的衬衫吗? 你知道他在《圣索2.0》巡演黄石站带火了什么黄石特产吗? 你知道他在《梦想的声音》第三季得了什么奖项吗?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要买门票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这些歌迷,不得不在看演唱会之前 先把林俊杰的全部细节都记住 这种感觉简直就像是在准备科目二驾考 真的,我都想找林俊杰 对他说,林老师,你看看这些题,你自己会做吗? 我想他可能会说,对不起,我太忙了 我都忘了我2019年温网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衬衫 这真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付出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 看着大家愕然的脸,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是的,中国的演唱会买票就是这样的现状 你可能要被提,可能要对抗金黄牛 可能要通过知识竞赛,才能得到你心爱的明星的门票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 我想说的是,改变现状,让更多的英勒迷 可以更简单,更公平地获取他们的门票 这就是中国应该去做的 这是个需要所有人一起努力的问题 微软公司,Microsoft,表示 来自中国的黑客曾侵入约25个组织的电子邮件账户 包括美国政府机构 虽然微软没有指明受影响的组织和机构 但美国商务部对BBC表示 微软已向其通报了此次攻击事件 据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Gina Raimondo 是受到该事件影响的个人之一 美国官员称 如情发生在布林肯访华前的几周内 黑客可能隶属中国军方或间谍部门 攻击针对的是个人电子邮箱 但表示没有机密电子邮件或云系统被侵入 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将此次入侵归就于中国 或许是因为拜登政府正式图与北京保持谈判 但美国官员私下表示 他们认同微软将这次黑客攻击归就于中国 并表示这次攻击具有政府支持的复杂攻击的特征 此次攻击的复杂性及其针对性表明 该中国黑客组织要么是北京情报部门的一部分 要么为其工作 拜登政府正在寻求让美中紧张关系降温 这场入侵可能进一步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据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称 中国网络间谍成功窃取美国政府及其盟友的数据已远不止十年 尽管这起新披露的黑客攻击的大致情况并没有令人感到惊讶 但一些人表示 这反映出中国的技术能力正在迅速提升 而且似乎更加精准地针对那些被试为有价值情报目标的个人 中国称为软有关报告的来源是美国官方发布的信息 并再次指责美国才是全球最大黑客帝国和网络窃密者 这一入侵事件正值美中关系脆弱时刻 并引发对于中国黑客策划日益复杂攻击行动能力的新警惕 美国第七舰队表示 美军有一架P8A海神巡逻机13日经过台湾海峡上方的国际空域 声明写道 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台海内作业 以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与自由 声明也提到 美国军机飞越台海 展现美国对于自由开放的印太的趋之承诺 有关中国政府涉嫌干预加拿大政治的公开披露对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领导的政府造成冲击 促使反对党政客和专注于中国的分析人士呼吁 对外国在加拿大境内进行干预的威胁加强监控 美国国会举行跨宗教论坛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特赦委员会12日举行圆桌讨论会 逃离中国四年 今年四月初迪美的深圳改革宗盛道教会牧师潘永光在会上发言 他已标志美国独立的自由中卫力 呼吁美国国会持续关注中国的宗教迫害问题 自由中上刻着一句经文说 给遍地的一切居民宣告自由 我请求大家不再沉默 普京访华已提上日程 克里姆林宫12日透露 普京访华已提上议程 具体日期将在确定后公布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现在是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的最佳时机 针对中国邀请普京10月访华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日回应道 中国正就以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合作伙伴保持沟通 澳洲政府11日分别致电所罗门群岛和中国政府 敦促其公开双方的警察合作计划 称此计划已引起澳洲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趋野心的担忧 此外索罗门群岛反对党领袖也要求公开相关协议内容 但索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表示 索罗门群岛是主权国家 他们的合作与任何人都没关系 上海健康码疫后升级未成事码 上海市在新冠疫情期间用做出行管控而推出的随身码 自新冠疫情常态化后并无取消 功能还被升级未成事码 当局宣称其可为个人提供看病就医 交通出行、文体旅游等便捷一码市服务 仲庆在疫情期间可查核酸结果的愉快码目前也仍在使用 官方同样定位未成事服务码 中国香港区域法院7月13日以暴动罪判处 14名示威者监禁最高4年4个月 另一人判入教导所 其中 前政团学民思潮发言人黄紫月被判监三年一个月 案中15人在2019年反送中示威期间 于11月18日在理工大学外参与被称为为救赵的示威被捕 香港警察称当天共213人被捕 至今已有141人被判罪 香港移民潮持续 官方最新数字显示4年间香港流失近6.8万名中小学生 过去一年的流失率更创今年高峰 退学潮是如刚夫所言最坏情况已过 还是只是开始 尽管中国出台了发放消费券 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等一系列措施提振消费 但成效有限 在中国社交软件小红书上 消费降级的话题吸引了超过66万条帖子 不消费生活和不消费的发铁粮分别超过100万和400万条 一位受访者说 我绝得花了钱 你就像拉摩的驴 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多的持续经历暴雨 绵阳是一座大桥上的积水垂泻 宛如巨大的水帘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新闻主播亚力 我们每天在这为你提供中国相关新闻的一站式服务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认真阅读并回复大家的评论 记得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保重